好那接下來就是鴻海 我覺得就是我們觀眾朋友也很喜歡 就買鴻海的小股東也蠻多的 在我們錄影當下收盤是185.5元 今年以來鴻海就是變成了標標準準的一個標股 而今年以來大漲是76% 老師這個鴻海到底要怎麼介入啊 那我認了你有錢就買嘛 那很多人都會說這個缺口要補 那我一向補看這個 我認了產類對了 你就有錢就去買 因為這個有時候你說我們要解釋缺口 那個很複雜 那也不見得會按照我們一般所謂的 普通缺口的突破缺口的 逃逸缺口的 我們說最後就是一個 這些缺口我個人認得不用看這個缺口 就直接認了鴻海 那繼續這個產類沒有錯的話 AI中的AI嘛 就是高科技嘛 那我個人認得你就買他 那之前的話 他在剛開始在漲的時候有亮出來嘛 那時候我就跟大家講說 你看投信為什麼買他 那最主要原因就是他有可能變成高配息的ETF 所以我個人認得鴻海跟台積電都可以買 那我還是最喜歡台積電 好老師那我問一個比較尖銳的問題 因為我們很多粉絲也敲完問 他們的成本是100多塊 到底要怎麼樣射停利點 還是目前先不要想停利點 因為他極有可能繼續轉不停 那AI絕對是一個主流 那我們看到台積電跟鴻海 為什麼會大漲 鴻海這一次大漲不是電動車的問題 是GV200 他拿到很多的訂單 所以AI的話應該未來的10年 那這個都 我都會看好 所以你就抱著吧 就不用去想說 哪時候是停利點 就是我的看法 好就是好股票呢 我們要有耐心爆 那其實呢 我一開場的時候就特別要請鄭老師幫大家 爆擊檔還不錯的股票 是有機會呢 複製鴻海V轉的模式 就是呢 從底部這個 就是打底打的 差不多從底部往上走 老師今天分享兩檔股票 其實先進光 我覺得其實回來一陣子了啦 對 目前好像看起來整理的還不錯 那我們實際上講一句話 入漏西山 你不理 東山再起 誰理你 那這個我講到先進光就是這個樣子 那先進光的話 說實在這檔股票的話 大概100塊以下 我們就在這個節目 我們說 今年最強的一道光就先進光嘛 那以他最高來到290幾塊嘛 那回檔修正做一個整理 目前大概200塊左右 那最主要這一段期間 最主要的原因 除了蘋果iPad的 本來是5月份就要開始量產嘛 那6月份開始量產 那其中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他最近在發行可轉換公司債 那可轉換公司債的 應該很有可能在6月中旬或下行的話 他就會定價 那這個在定價之前的話 上半年他一直不是非常的光鮮亮麗嘛 那下半年的話 除了iPad之外 他發行可轉換公司債 最主要的 據我所知道 他是要買一個廠或兩個廠 一定的嘛 有一些新的擴產計畫 擴產計畫 最主要是應該會生產蘋果 我們明年的AI手機嘛 那前進鏡頭 所以 以這一段期間 應該在6月中旬或下行的話 他可轉換公司在定價完畢之後 那再配合下半年的 一直到明年 一級都會不錯的話 我個人認為 以目前他的股價應該會有一波的行情 更何況的話 如果我們看到的K線的話 目前剛好扣底的位置 剛好是在290塊左右的這個位置 那將來這個基線扣底位置越來越低 那大概在他發行可轉在定價之後 應該這個股價會站上基線 基線往上揚 也就是說 我們一般要拿股票啦 我個人認為 你一定要把線型做的好看一點嘛 對 那在我們又看到一點 因這次發行可轉換公司債 這個發行 應該是中信證件 那我們看到中信證件的話 這一段期間大概買了500張 他們也很有 很夠意思啦 不是 他一定有他 有一些人操作是這樣啊 假設我是假設 他如果定價250塊嘛 那現在200塊嘛 那我先買這個 200塊買線股 這個之後的話 如果你定價在250塊 我可能把股價拉到250塊 因為有一些人淨價飆碩這個可轉債 那你可轉債又可以賺到 啊 這邊又可以賺到 所以 就一鍵雙雕的概念啦 對 簡單的講就這樣 所以兩邊都可以賺到 所以我所知道 應該有一些人會做這樣的一個操作 好 所以老師的意思是 就目前先進瓜的線型圖來看 從290跌到200多 然後極有可能200多再往上賺轉 這個沒有錯 沒錯嘛 我的解讀還行 好 所以這檔股票就給觀眾朋友參考 然後另外一檔 聲貌 其實這檔股票 我比較沒有那麼熟悉 我們的賴總統不是五大信賴產類嗎 那其中的話不是講到 我們講到AI那不用講了嘛 再來的話就是 次世代的通信就是6G嘛 低軌道衛星嘛 那也就是說我們將來的話 5G就變成6G嘛 那這個聲貌的話 他就是AI跟低軌道衛星的概念股 為什麼這麼講呢 我們看一下 那聲貌的話 他因為伺服器採用的GPU嘛 那這個架構的話 必須用膝膏直接焊接在IC載板 以及PCB上 所以這個這個是誰認證的 你知道就是回答嘛 NVIDIA認證過的 也就是說你現在要把這個GPU的話 使用的話 你必須要把它焊接在IC跟PCB嘛 那當然你對這個高階的膝膏需求 當然會增加嘛 那第二個的話 我們要了解 現在的話 低軌道衛星的話 你要焊接的話 就是也是一樣用 吸高的低溫焊接 所以不管AI或是低軌道衛星 都需要我們講到了高階的席高 那我們看他一季就好了 那第一季的話 他的EPS0.81 那去年的話0.31嘛 所以他成長164% 那四月份的營收6.36 他年增24.35 所以我個人認為 以目前來講 很多股票 那個股價都相對在高點 而且他每股營業都不是非常好 你要找到一個 基本面會不錯的 又有將來性的 那我認為 生貿跟我們剛才講到的 先進廣 應該開始有表現的機會 對啊 其實生貿低級EPS0.81 還比所羅門賺的多 當然這多啊 好 所以呢 就是今天這個 鄭老師帶來的幾檔股票 就給觀眾朋友當作參考了 而且老師 你知道我今天看到最新的外電的消息 有一個新聞 我覺得好有意思 有一位財經作家 他在Dow Jones1萬點的時候 他出了一本書 寫了一本書 他說Dow Jones看4萬點 就沒有想到 那個時候股災 Dow Jones跌到8500點 就好多人笑他 結果呢 他這幾天出來 他就說 你們看吧 我是先知 先知是寂寞的 老師也是先知 老師也認為 這一波 台股跟美股 是繼續往史上最大的多頭行情走 那巴維特有講到 只要美國時間起攻在直率 維持在2.3% 直下的話 大概在40點左右嘛 那道瓊的話 喜歡剛剛分享的內容嗎 別忘了按讚 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超前部署的最新內容喔